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察来观察来吧,多乃超人啊 先知前锋心理加病患,哎,西区的病患,没有拿勘探哦 嗯,这道阵容,打小丁家还是问题在于救人 就是前期第一波你牵制的好,但是小丁家可以通过一波救人来翻盘 没有佣兵的话,现在也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些老的提琴都是用搬佣兵的思路来打 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个保险嘛,万一我前期低波节奏崩了 至少我还有一个保险就是防守,防守防到了,我还能打回来 前方看这边要不要帮忙撞一手,摸起来看没什么想法 板子的话这边没有下,那这边只能再交一个勾 但这个勾的话第二波飞是没有飞出来,被前面的这个桥给挡住了 也就距离还是被拉近了,这边一根鞋,漂亮,这根鞋,nice 这一波鞋打得很漂亮,先知的鸟可顶啊,先知鸟可顶 这个鸟最好早点顶 你要是留给前锋救人,前期倒得快了,我觉得反而是亏的 最好不要把这个鸟留着救人啊 留着救人的话呢,前期倒得快了 小听家就两波防守的机会,那如果前期你一波配合鸟牵制的久了,那只有一波防守的机会啊 这里应该是一刀带走了,压住一台遗产剂 哎,鸟给上,可以,这只鸟给的很好,反射过去打仙芝吧,要不 这边的话因为有弦啊,摇音符,弦一拉一刀,秒了这个仙芝也是可行的 秒了这个仙芝也是可行的,就看这根弦了 来,我们镜头给他先知了,看一下他这边能不能躲掉 主要是第一个弦,这边封交互点,弦拉,拉中了,好,这边下板 身为上面来讲的话,绕一圈,但是这边好像又,哎,哎,漂亮,哎,漂亮 先知这一波走位,帅气 但这里的话应该一个交互点的弦能够封住 不过还好了,这样再挂回去花的时间还是蛮久的 刚才这道真的躲得漂亮,弦一拉,一刀震射 前方这边好像可以保一波,前方这边好像可以保一波 要不要保,这个窗口的话可以保,不保吗 这个窗口真可以保,这个窗口保一波 你一撞先知如果翻出去小丁压节奏就炸了 这里撞旧吧,我觉得这里不撞旧吗 撞旧其实密码机差了不多了 因为我们看呀,这边密码机先知那台差了没多少 这边撞旧一波,然后前方去补那个先知的密码机 外面机子在修,是有可能能盘活的 因为心理学家这家机子已经过半了,已经修了一半了嘛 来来来来来来来,回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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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我让 哎,好,那这边,完了,出大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刚好讲啊,撞旧是最好的 再拉,要回身撞晕 应该是翻盘了,应该是翻盘了 给到好的,心理学家这边疑情给到病患,病患要去救一波人吗 翻出来一个护币,病患这边没有吃到这个疑情,没有吃到这个疑情,病患也救不了人啊 一个护币,半状态,就算有薄命也不一定救得下来,满状态都不一定救得下来,更别说半状态了 当时那波的话,因为我们上帝主角,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为什么当时我说啊,给大家有时间要慢慢讲一下 就是当时的密码机,穷者这边的话,挤一挤的密码机是够的 然后呢,又由于,我上来就讲了,这道阵容小丁家是有第二波机会的,就是防守 他只要能够防守防盗了,他前期劣势大一点是可以翻盘的 这边等,过来,好,前期压住这边的机子,我这边的机子倒是没修多少 外面重新齐一台,这边给到一个移情状态补好 这个移情其实如果说上级来看,可以不给,因为他这边去补的是那个废墟的机子 小丁家的话,这边,你说真的小丁过去切传送秒,这个病患呢 这机子其实不太经得住船的,什么叫不太经得住船呢 他一摸啊,差了没多少吧,我们看他差了大概百分之十几二十的样子,二十都不到 所以这边一摸你就差不多亮了,打一刀 这里一根弦,封住 封位置,好,等 弦,弦,弦,拉 没穿到,没穿到,这边有无穷洞,无穷洞 也没弹到,但是打到了一个 我觉得还是赢了,小丁家还是赢了 这边追前锋就好了,追前锋就好了,这边下了眼以后起不来 建议大家以后还是撞救吧,撞救的话感觉稳定性会更高一点 至少是一个宝瓶真胜局,刚刚前锋那波撞救的话,只要薄命套上我觉得是穷人宝瓶真胜 小丁家就很难去打下一波节奏了 如果这边先知点位拉得好的话 比如说这边救下来,然后前锋去墓地 然后小丁家不要进四号机,他往中间倒嘛 往中间大房子里面倒,教导里面倒 应该是有机会去盘一个四人开门战的 就是剩下来的话,三台机子点掉,前锋这台可以点掉的,剩下没多少 然后心理学家这台的话应该也能点掉 如果说有机会能再救一波,应该是一个四人开门战 救不下来三人开门战也能保平嘛 相当于保平面会更高一点 这小伙子打的可以啊 这个小丁家,关键时候临危不乱 特别前锋那波摇摆撞 无穷洞一开,一穿二,好的 先要音符,等下一个音符,等下一根鞋带走了 这边的话,等一手就可以了 挺稳的,挺稳的 行,无穷洞还有,无穷洞这边封一下位置 跟上来,趴击一刀,完美四专 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拜拜